有几个说话算数的 黑社会的算数 没错 现在白社会都不算数 黑社会 为什么黑社会再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 这事儿条件一开出 马上就有人说 兄弟们全听见了吧 这什么意思 说话要算数 那么思约一旦被公约完全取代 这社会是没治的 但是师徒他在现在这个社会 他为什么这么守不住 这个师徒的勤奋或者那种大义 是因为这个徒弟特别容易 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状况 我不理你这个圈子了 我在你这个圈子混不了 我走 他过去他不行 过去为什么不行 过去他离开这个圈子 他活不了 现在为什么能活 那现在为什么能活 主要是这个问题 那就是还是这个社会 内心没有约束 内心没有约束 过去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 谁都知道一句话 叫一日为师终身美赴 对不对 你跟你爹有什么道理可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甚至到现在 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 你比如我过去就是在很有中国传统的 这种特色的地方 你知道现在你看所有的矛盾 包括刘德华最早出道的时候 没有一个艺人没有面临过这个矛盾 就是说确实我开始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总是在跟一个公司的关系 使得我红了 那么红了之后呢 这个账怎么算 你要按契约对 按法律关系来说 西方人按说挺冷酷的 对吧 那甭管那么多 咱约好这么多 到解约我就跟你解约 我另走高明了 但是在中国我就发现 包括我自己啊 这个道德负担呢 的确你想 它不是一个契约的问题 而是确实 咱们中国还是有这种 没有他就没有我呀 都是他当年捧我 饮水要 那么饮水要 四元这个账怎么算呢 最高的道德标准叫 受人滴水之恩 当作永泉相报 你知道吗 上次你比如说 那个咱们认识的美女 于飞红 于老师 我就发现她就有一种道德观 她就因为她也是看见 这么一个演艺圈里 这个师徒之间闹矛盾 然后她就听一个徒弟就说 说我还她还不够吗 对吧 我帮她挣了 就是这什么什么 多少钱了 怎么怎么着 就在那说啊 哎你发现 我发现于老师当观众 你看他就是说 他说当年你饿得 吃不上饭的时候 人家就是给你 他们一碗馊饭 你到今天 你得拿金子来还 你看这也是一种 我还是女侠客 不是 可是你说这玩意 真的我要拿金子 我我有没有还够的时候呢 问题是你现在 那么你现在说说混了 把俩事说成一事了 我们第一个事叫师徒 第二个是公司 这完全是俩概念 师徒之间 如果你承认过去旧的那个传统 就是一日为师 这个终身为父 他就不能再讲这个契约 就不能讲对价 我怎么跟你讲对价 你得看看 朱元璋 朱元璋当年喝一碗 珍珠 翡翠 白玉当 是酥当 最后人家怎么去 张榜 我得找着这俩人 对不对 他这个报答不能去用对价的方式 那比如说咱就说像曹元经说的 当然他们师徒说的都互相不一样 你按照这个 他最早说那个文章 就是说 这师父也没白养着我 我是交了学费的 一年交怎么八千五千 这就讲对价 你现在承认不承认 原来是师父 如果你说不是师父 我进来的是一家公司 那领说 马言道 我觉得你这个层面有点问题 就不应该 公约和私约也不能讲 还是应该把师这个职位 提升到天地君君寺的一个伦理上 因为这个伦理在 就是你心目中 徒弟心目中 有没有这个伦理 如果没了 那就对师也没有 也没有师到尊严了 如果只要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 我觉得有了一个伦理 天是我们的伦理 地也是我们的伦理 大自然也是我们的伦理 那么亲人 还有师 师父 过去是讲师者 童子之命 那是你的命 这个里边有一个 这个是不能 这个里边你讲文化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挺玄妙的东西 就是说西方文化 跟东方文化不一样 东方文化乃至于你看 像那个佛教 对吧 我不太懂 就是我们讲师道 似乎这个师啊 对于你的成功啊 它具有格外的重要的作用 你看为什么 以至于你看 我像听他有些藏传佛教的人就讲 因为你必须 你必须认准一个上师 对 那么好 当然有一个问题 你看有些上师不也讲吗 那有些上师还少流氓呢 有些上师好像人品不大对 是吧 对 按照他们的理论 这是两个问题 就是这个师父 他配不配做师父 是一回事 但是他即便不配做师父 似乎在他这个修行道上啊 必须有一个这么个最高存在 就认这个师 要不你修行路上 你成功 你就走邪路 那你麻烦了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人家师我爱我师 我更爱尊敌啊 那如果这个师父 如果不代表这个东西 我就不认了 藏传佛教是 他修过 我没修过藏传佛教 但我知道藏传佛教是这样 他是找到根本上师之前 是要花功夫的 并不是说 我同意 随便有一个师父 你要从旁观察 甚至观察很久 这个师父 他配得上 当一个老师 然后再经过一段 相处学习的阶段 你发现你跟他心心相应 很能契合 他能解决你的心性问题 这时候你跟他相认 这个是师徒相认过程 不是说我拜你为师 你就一定要接受 这个师父还要认出 这是我的徒弟 要经过这样的过程 不是那么简单 但现在呢 因为朝廊区几万活佛呢 他就把这个人给搞乱了 你知道吧 都是东北口的 东北口 他这个是这样 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老混淆 就说不清楚呢 第一是我们说的师父 这个父是父亲的父 不是那个街头那修邪的 不是师父是父亲的父 老师是另外一个师道 对不对 老师这个是可以讲对价的 你交完我我怎么样了 但师父因为有父亲的这个父呢 他是有这个长幼有序的 师父跟老师不同的是什么呢 都交给你一个本事 但老师不管你生存 师父是管你生存的 过去你住在师父家 你别说你交多少钱 你那钱就不值这钱 对不对 肯定不值这钱 你当年要是说腰缠万贯了 你给师父那点钱吗 你肯定不是 这个就不能再去讲对价 不管你当年是不是付过钱 这个如果我们讲传统的 这个师父师道 师徒这个关系 你就不再去讲这个价钱 你不能找他的麻烦 你不能说 吃点不然 菜炒特鞋 你找了找这毛病 那还有完了吗 你爹的毛病 你得认着 这我是觉得 社会这一条必须要遵守 不遵守 我们这社会就更完了 你知道就是说 像有个经济学家 那个陈志武 我就发现他有个研究思路 就是说 所有的道德说法背后 都有着一种对价 就你讲那词 都有着一种对价的事实 就比如说养儿防老 就他认为中国讲的孝道 其实背后隐藏着 我们古代没有养老保障 对吧 那么同样 你知道我想起这个 也是这个阿诚恩老师 写的一个小文啊 我还挺逗 他写这个铁匠 就是教一徒弟 这徒弟老给他干活 给他师娘倒洗浇水啊 干了几年活 教一点点 但是就有最后一道 最后一招 就说一直不能教给你 因为呢 一教给你 你不给我干活了 对吧 就得留着你 一直到这师父 就是说临死了 快死了 这徒弟说 我尽了一辈子笑了 您得把最后这一道 总得交给我吧 这师父上说 说福尔过来 热铁别摸 就完了 就是 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不安全感 所以我就觉得过去的 我听到他们好多 其实啊 咱们有时候 你可以把人想的很好 但是人性也有特黑暗的一面 过去那个黎原行里的这种京剧名角 这个之间呢 他确实很残酷的 的确是很残酷的 就是哎 你就像今天的娱乐圈 哦 我把你教会了 你就火了 你火了 我就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得 我要不给你来一个伦理 我是你爹 对吧 我能防着你 火了你也得认我是爹 但是这种人生关系 符不符合今天的人与人之间 我想讲 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事儿 就对立成一个叫做古代对现代 一个私德对公共的契约等等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还要注意到 现代社会还有一个另一个特点 我们现代社会师徒关系的变化 还牵涉一个很重要 就是消费 我们把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理解为一种消费关系 所以今天呢 你上学 你跟老师的关系 我们把从师徒扩大到 就一般师生啊 从上小学到上大学 上研究院都好 现在都看着一个消费关系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大学 是什么状态 你比较一下 二十年前的大学 更不要说民国年间的大学 我们今天读一些 民国年间的一些 文人的一些的记载 或者他们笔记 你常常见到这种讲法 就哪怕是 刚刚改革开放那回 或者文革期间 你看很多那些 北大清华年学生的回忆 说当年 这个下完了课 然后还跟老师一路聊 然后陪着老师到家里头 老师就留着在家里头 怎么怎么怎么聊 然后 都不远 这些人都不远 有的还活着那种老师 那今天还有这个吗 今天没有 今天是怎么回事 老师叫女学生上家 对 对 女学生还不止上家 还得进房上床 是吧 你看老师家里有书多 没地方坐 您就坐床上吧 对吧 我见过饭桌上 他们一教授 让这他女研究生 来来坐腿上 坐腿上 真的 我亲眼见的 同桌吃 我怎么不在我这坐下 你就不是教授 所以你看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学生 他对老师的感情 那个感觉什么 我交了学费的 我妈不是给我白交学费 你怎么这么这样 是用这个来讲 而老师呢 现在最常听到的 对大学教授的投诉 不是坐大腿 而是什么呢 老师下完课 立马就走了 你绝对找不到他 没有关系 你以前呢 你常听说 学生一起去老师家 对吧 问学啊 现在哪有这种 所以这个里边 还有讲到一个玩意儿 它实际上 我觉得跟今天 这个文化艺术的 这个门类都有关系 你比方说 那个徐浩峰拍了一个电影 叫师父 师父嘛 他就说天津那个时候的 这个武行里 这个里面啊 就有很深的心机和算计 你比方说 你像我问他 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对啊 我问他 我说 有人说李小龙 李小龙到底 是不是最牛的 他怎么从来没参加过比赛 对吧 从来没有正视 你要牛你就打遍天下呀 后来他就说 他说这也是中国武行的规矩 就是说你看 师父啊 包括当年他说叶问 到了香港 叶问不会去踢武馆 但是呢 因为师父万一打败了 这就没法混了 但是叶问会交出一个徒弟 他说叶问交的这个徒弟 打遍香港的武馆 这下叶问就可以开武馆 你看他就里边留很深的人情 你看 你可以看一段 那个徐浩峰的那个片子 你知道 我得请教一下 马爷 你知道这个武行八座比较多 我就觉得中国的玩意儿 或者说东方的玩意儿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还是说说的比较神 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有些事对我就 现代科技的发展 让我对有些事除媚了 比方说 那个下围棋的那个机器人 他就让我一下明白了 我把过去对围棋的很多幻想打消了 因为我过去认为下围棋啊 靠的不光是算胜负 他还跟你的美学修养 跟你这个人的人品品格 才能下出真牛的围棋 可是最后你发现 这就是一种更精密的计算的话 就对我有一种除媚 那么我就觉得你比如像中国的 比如武术 中医 相声 戏曲 过去 一直到今天我还存有这么一种想象 就是不是说 就得像孔子游学一样 像文道刚才说的一样 他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真经的 你还就得是跟着师父我呀 走遍天下 一路上跟我学待人处事 你学的不光是这门才艺 学的是一个综合性的 似乎是一种人格 是不是有些玩意儿非得这样吗 那肯定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靠科学的 我们不是机器 因为围棋这东西是可能下机器下的 就黑白两嘴嘛 就是一零一个一 所以他能干这个事 你让一个科学段法 形容《红楼梦》写的有多好 他就没招了 这是不是就没招了 那好 咱们假设曹雪芹是一作家 他愿意带一徒弟 这徒弟又有天分 愿意在领悟写作之道的时候 那你跟他身上学的是什么呢 技巧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认为很多技巧 有天生的因素在里头 你在技巧上超过师父很正常 你比如你的体能 你跟他玩武术的 我体能就是比你好 对不对 我爬的就是比你快 对不对 你比如有的人 你比如学鉴定这个 有的人就是天生敏感 就是比师父还敏感 就能干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有 就是某一技超越了你师父 你就开始鄙视他 这是文化问题 中国本身的文化中背叛的成分就多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房子 咱们的文化本身就爱背叛 你知道吧 今天唯一我认为这个社会中还可以不背叛的就是家庭伦理 就您老说的 你比如你很难背叛父亲 对不对 你父亲 当然也有 但还有是君是负的呢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家庭这个关系 没有人在 比如说你跟你的亲生父亲之间闹了矛盾 你出来论谁对错 你觉得这事有意思吗 这事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认为师徒关系是这样一个伦理 而不是公司 你进门那天就确认了 那你就严格按照这个制度 这就是文化 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问题跟马爷回答是 可能是两个层面 你问的是传统 我们都在一层面上 不是 你问的传统的那些东西 有没有神一点的东西 对 是吧 你问的是除媚 是不是非要有这么一套方式 孔子式的方式 才能教出 你说围棋除媚了 那就围棋没有神的东西 对 但是围棋师傅是有神的东西 我觉得围棋师傅比那个机器人 还是有神的东西 神在哪 神在哪 就是说一个人按机器人的那个路数下围棋 他安顿不了自己 但是师傅是能安顿 这个安身的东西 这个心能放下来 比如说二祖去求达摩 他要安心 这个心没有安下来 那你学任何一个记忆 他出来学到技术 就是说可能 你说的对 是这个道理 就是师傅 甚至能在心态上 你比如说当年就是他们就记得那个吴清源 吴清源就跟这个学生讲 这学生有一阵下棋 老下不赢 着急 吴清源就是说 就说要有平常心 我说这话我也会说 这叫师傅 但是后来他说 什么是平常心呢 就是说 讲出一番道理 一直我觉得都影响我今天 他说 你平常心就是你下围棋的初心 你最早喜欢下围棋的时候 你难道一定希望赢吗 你可希望有个人把你赢了 就是你要回到你那个时候的最天真的 就是说 他说你想想 世界上最高的高手 你有机会陪着他下棋 这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你不高兴吗 你说你输了 输了 你有这体验 你不高兴吗 你看 他有时候师傅在这关键地方点一点你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传统的 当然在我看来 今天所有受挑战的这个关系 还不只是传统的一种手艺 技艺的师徒 甚至师生 小学老师学生的关系也都变了 但是你如果要说技艺的话 还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手艺 所有的技艺 都像刚才余老师讲的 它还不只是老师让学生安心 而是手艺就让你安心 就一门真正的手艺 一门技艺 它是就像你下棋一样 或者你做个边藤也好 或者你做木头也好 你做进去了 你会觉得我能一辈子 我就做这个 我就好高兴 它是让你安身立命 没错 你像马老的心是黄花梨做的 黄花梨安了你的心 你找到了安身立命 真的 这传统的技艺总是这样 你做的 为匠人是什么人 我们讲到匠人 匠人 匠人 现在不是老师要学匠人精神吗 说什么匠人 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 我们很 反而大家不太去问 为什么他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 他其实很多时候 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他不是只想着要做到最好 他是很专注的这一刹那 我昨天可能还在闹儿子 我昨天还发生什么事 但今天我做这个 我一做我就进去了 这是解脱呀 找到了人生的解脱之道 闻到说这我想起一事啊 原来给王世襄修家具的那个师傅叫祖连鹏 那老爷子肯定过去很久很久了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碰到一档子事 就是人家给我介绍 说这是给王世襄修活的 你找到 我一看有祖师傅那种 一看就是那种老北京老好人 他比我爷爷还大 他跟你都这个 然后呢他给修个椅子 这个椅子呢缺了一块料 他那个废料堆的跟小山似的 他就在这废料堆里扒一块料 要修这椅子 他怎么找这料呢 他要找这块料的木纹 跟这椅子的木纹要对上 这太难 咱就拿块料 反正都是黄花梨贴上去 完了 你看出来就看出来 本来就是修的 不 他要找一块料 每天找这个料啊 要要这个 因为这个木纹 他们有宽有窄 你找那料很难对上 就找这块料找三天 最后终于找这一块料 能对上 修完了 你说今天啊 我要不说你看不出来 他接的那文 但他不因此夺拿钱 对不对 他修你这椅子 比如说就收你那时候便宜 收你五十块 他找三天以后 把这块料搁上去 还是给钱 那你说今天没人干这活 这是匠人精神 对 他不出匠人精神 这种师父带出来的徒弟 一定是这样 对了 他这个精神气格 传下来了 但是那翻过来说 还有 我再有一个敏感问题 你说要是师父 人品不好呢 这客观存在吧 假如碰见一个 人品不好的师父呢 他有技术 我们现在说 这个事得 把这界限划清楚 这个是性格缺陷 我们说的人品不好 我认为啊 只要不违反法律 因为你必须得有一条界限 你说的这个 什么叫人品不好 比如说 这师父就小心眼 天生的 那很多事你进门 时候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为了获取他的本事 你学他的本事的时候 你一开始就得忍受这件事 就换句话说 你把他当爹了 你爹的毛病 你得忍着 你不能老来 大一面亲这套 对不对 学成了 而且大一面亲 大一面亲 这肯定不像 这个东西呢 我们常常说是 现代跟古代的对立 但也不一定 因为有的地方你看到他 到今天他还能保存 而他能保存 有时候看到是整个社会 一个集体有约束力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 我们今天刚刚讲匠人 不是都喜欢去 跑去日本找匠人精神吗 对对对 如果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吧 日本呢 比如说他们做菜的师傅 他们到今天有很多 专门的料理行业 那个师徒关系都是很鲜明的 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吃寿司 今天大家看纪录片 什么小野二郎寿司之神 但其实寿司很多流派 其中有一个流派呢 他很奇怪 今天你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 他总是给你先来小菜 才来寿司嘛 但是呢 这一派人他是怎么做呢 他是一叠鱼生 赤生 小菜 一块寿司 分着来 然后也有讲究 他这个呢 就有个流 他也叫个什么流 而那个什么什么流呢 那个师傅呢 现在还在东京 七十多岁 全东京 这么做寿司的 当然很多 但是门口上就挂一个小旗 写着我什么什么流 然后师傅给你写副字 就证明了 你是我徒弟 你出去 人家就认这个 就认这个 就比如说在日本很多这种店 比如说 你学做面 学炒菜 学成了 徒弟要走了 自己出去开店 师傅不会说拦着你 师傅认你 你跟了我十年 我觉得你真能开店 写个字 你就挂到店里 这家品质认证 现在国内也有文道 像移行紫砂湖 还有景德正的瓷器 他真的有的徒弟学会了 师傅给他写副字 得这样 主要是那徒弟给师傅种礼了 不写 我跟你讲 这个很有意思 文道上说 我一直在仔细听 他这种人伦关系 师傅在 你看在日本 日本就是这种 为什么他很多 我们现在说品牌 就是他传统能够继续下来 就这种精神的存在 我们现在天天强调传统 找不住一件传统的事 师徒是个最传统的东西 刚才我们有时候 一篇就讲到师生问题 师生有机会 你再单讲一回 就专门讲师生 师生跟师徒 完全是两个概念 师徒是我们的传统 这个社会中现在好像 我自己想仅存的几个硕果 还都长得不怎么样 天天出事 外观裂斗 对 所以你要强调 可是你到日本 就是不是特别多 到处能看到这种师徒关系 然后你看看 因为我也去日本的时候 你去吃饭 师父 你看年龄就是师父 齐不实了 在徒弟永远垂首而立 公公庆庆的 哪要出来把师父说成了 间歧的短 这肯定是不行 被尊者会 这是一规矩 对不对 而且谁要是出来 在日本谁要是出来 像这么样的说师父怎么样 完蛋了 整个社会没人理你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社会 就现代化的社会 就像河水 但是有些存在着的一些传统 和规矩传承 就像井水 其实可以并存 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要到我这井里来 你入了我这会道门 对吧 你就得守我这个规矩 你可以 但是入不入选择是自由的 我不会绑架你来